为了带动景气 刺激外籍观光客能够来台湾多消费 财政部推出了 从5月开始可以直接在百货公司里面办退税 根据财政部的资料 2014年之前 外籍观光客的退税率都只有个位数 到前年第一次突破两位数 去年则达到16% 但是眼看路客可能会限缩 百货营业也绩效不佳 所以在现有的三种退税的方式 也就是在机场港口 特约市区以及现场可以小额退税之外 再新增加一种就是 可以不限额度的百货公司里面退税 从原来现在是2000元 再上升变成不限额度 希望能够消费越多越好 而第一波开放的是有这四家百货公司 台北101还有搜狗中校馆 鲜光三月高雄汉神 则还没有决定哪一个管别 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够 以便利性来提高消费的诱因 看到一个示范 你帮助 你们说